香港831太子戰暴力事件週四 滿兩個月 由港媒披露兩段831太子戰內CCTV影像 其中一段遺失關鍵信息 太子戰外民眾前來上香和獻花 希望831真相盡早水落石出 鋼警數次驅離民眾多次釋放催淚彈 從白天開始 香港地鐵太子戰外 來去的人潮不斷 民眾紛紛獻上白花 在831太子戰事件滿兩個月的這一天 港人還在向港府咬一個真相 由港媒取得831當晚兩段CCTV影像 顯示當晚10點56分 大批沒有戴口罩的乘客 快速跑上手扶電梯 場面極度混亂 有十多名手持緊棍的速龍小隊成員 對市民進行追捕 另一段影片則為太子戰四號月台兩部CCTV影片 片段可見 當晚10點56分15秒 開始 兩部CCTV分別顯示片段遺失 以及沒有影片的字眼 有bez有很多傳譯說 如果有一個人死在地區 在地區 警方正在偷懈地避免 那些譯明和身體的病毒 今天是兩月的臨時 大批市場 而也有意大利歌手特地到现场 希望能给港人带来力量 带来一点的改变 唄 留居在旅游 希望此一位给美丽再有 Bark 请全部akukan可能 只需要一位多人更多 澳少认掌eremy 请港内的故事 我们要慢慢地 上午的悼念活動很和平 到傍晚時在太子站的民眾越來越多 大家依然喊著口號 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希望太子站死難者成員得雪 但時間到晚間大約六點多 港警祭出黑旗和藍旗驅離民眾 不過仍有許多人不願離開太子站 港警在晚間七點左右 從高處投下好幾枚催淚煙 並不斷廣播驅離民眾 新唐人亞太電視綜合報導